这次分手的重要原因 到底是什么呀 听来听去没听出什么来 嫌小气是吧 对 就是末节 小气 小气 还有别的吗 就是很多小问题 就是攒了很久了 因为这么多年了 已经实在忍不下去了 你提出的分手对吧 对 我没想着真分手 那你为什么要提分手呢 我就想着吓唬吓唬他 吓唬什么呢 就是我想着我要提分手 他可能害怕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性格算一类 对吧 你觉得她矫情 那还有什么问题让你忍不下去呢 就是不太想我的感受 光想着自己 就比如大晚上解决问题 他总想然后就自己得劲 然后就不让别人睡觉 然后也不让别人休息 我那是让自己得劲吗 我这不是想解决咱俩的问题吗 不想分啊 不想分 为啥 兄弟 兄弟这词我不能叫 你们俩之间的叫法 你看 因为毕竟在一起都四年了嘛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一些小事 生活上面的琐碎的小事 他甚至因为我喜欢篮球 不让我看球赛 你还好意思说 我有一次在家里上厕所 然后没有纸了 我就喊了他那么长时间 喊了好一遍给我送纸 然后不待会儿在那边说就好球 那 那我当时我庆祝近那场比赛 詹姆斯绝杀 那我 我当时肯定很激动啊 我没 那你去找詹姆斯 你别找我了 不讲理 还有就是我俩出去旅游 就好不容易能有时间 俩人在一块能空出几天 然后去球场岛那边去旅游 本来天气挺好的 然后两个人出去玩玩 非要在宾馆看球赛 看直播 明明是 这我承认 这是我不对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这几个小时 闹到分手这个地步 他其实是觉得说 通过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个相处 他发现你对他 第一是给的时间 陪伴不够 第二个是 你可能没有他想象的 那么男人 比较矫情 这是他现在 所谓的不给你台阶下的一个理由 你说分手好吧 我分手吧 你觉得这姑娘身上 什么是你忍受不了的 他整个一个网野少女 天天就知道吃鸡 游戏有那么好玩吗 有 我们俩的爱情 我总是处于弱势 我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想强势一回 对吧 然后提出一分手 结果 凉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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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